這是一張紙 然後是Trainmark 手 這個是雙標 你會發現以前舊式 大家不是很識字 怎樣去verify 一間公司的品牌 是不是從一個人來講 就算保羅寫信 這個是我親筆的簽名 所有信都是這樣,你不要無形我 就是這個意思 你看看以前很多不同的品牌 都是用這個Trainmark 用老字號人蜜 那個人的 樣子的蜜頭 現在剩下 加藥雞或者老乾媽這些 這個就是 原來這塊東西 已經用了五十年 仍然非常有硬度 還有 還有一些 這些是一些不鏽的鐵 它叫做 不知是甚麼 我稍後塗字 就知道了 它說這些紙 怎樣可以調整厚薄呢 原來就是這個架 它和這個網 中間的Gap 究竟有多大 就是 調整厚薄 它下去的時候 就要開中間 否則 水不平衡的時候 就會流出來 然後 調整厚薄水 這樣 就可以做到一些 硬卡紙 當然調整厚薄 再調整厚薄一點 就可以了 它呢 是 完全環境適合 就是 放水 和放棉花 最多是放些花粉 或者是 顏色 這樣 唯一不用得上的 就是這些 但是呢 有些藝術家 就 連這些都不放過 就掛過來用 所以 是 是 這些 是一些大名家的手筆 就 賣畫 就可以維持到 這個 這間 的營運 你看到 Cutting 不是很平衡 它是 說 不會Cut 那些紙的 當然藝術家 剩下的 有些幼子 可以用 要不然它就用 根據那個 櫃圖 Center Frame 有幾大 去做 那些紙的大小 這樣 那這裡原來 很多不同的藝術家 都會來這裡買紙 來去做 它自己的東西